昨天说的要下雨的 但是就早上七点多 好像低了一点雨 然后基本上全部都没啥雨 那里就低了一点雨 今天要去取快递 先洗个脸吧 今天天有点阴啊 不是太亮啊 不过还好啊 没下雨 我手机那个数据线坏掉了 然后去拿一下 拿回来了快递 这里的风景还挺不错的 今天出来转一下 哎呀 这边有山 昨天说 今天如果不下雨的话 就出来转一下啊 然后今天的话还比较爽啊 我感觉 可能我这个胖人吧 胖人的话一般都会 比较那个 怕热不怕冷 对吧 所以的话 今天出来转一下 散散心啊 骑摩托就是 非常的舒心啊 非常的爽啊 然后就到有山的地方转一下吧 然后我看到那里啊 那个方向 有一个 有一个山顶啊 我们到那边去转一下 这边好像有小路啊 看能不能过去 这里的话那里比较陡一点啊 那里比较陡啊 然后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摩托 能不能上去啊 然后走过去看一下啊 今天我们来一个大探险啊 我也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第一次摩托放那儿没事吧 这个地方没啥人 啊 在没人的地方就不戴口罩了 对吧 有的人的时候戴上口罩 今天没拿自拍杆啊 也是临时啊 取了 取完快递之后 临时想着出来转一下 去散一下心嘛 然后就直接摩托 直接沿着一个方向 就直接怼到了这边 卧槽 看看这里 这里还挺陡的感觉 上面盖的好像有房子 这下面都是这个什么 什么羊屎吧 黑的 没拿自拍杆 就是不方便啊 用手拿着 用手拿着 感觉挺累的 我是从那边走过来的 然后 这里不知道有路吗 这里看不到 看不清楚 那里好像没路 这里的话 这里好像可以走 哇塞 那里有房子 那边有房子 那一排都是房子 好像 还挺大的 我操 然后我这个后面就非常的壮观 全部都是树 估计也走不到头了 我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啊 走过来一只狗啊 可能是从那里走过来的 好像我看到 拦着我不让我过去 我有点小心翼翼的 我操 不会咬我吧 这是狗 啊 你要收保护费吗 谁家的狗啊 那边听到好多狗叫 那个方向好多狗叫 是不是那家的狗 看身上脏兮兮的 我去 身上脏的很 这只狗 你是谁家的狗啊 估计是今天下雨 淋湿了 这只狗 应该是 流浪狗啊 我踢 我听到那里 狗叫声特别的吵啊 是不是从那里跑出来的狗啊 我说那里怎么圈的那么大一个 圈的那么大一个 一个圈呢 好像是 那里不是繁殖狗的基地吧 不会 还是流浪狗啊 我去 看我的头发 这边风吹的 啊天啊 这有一只狗 这有一只狗 我怀疑是人家家的狗 我怀疑应该是那边的 那边那边 那边特别多狗在那边叫啊 我怀疑是它跑出来的 那边是你家吧 回去吧 听到那边有什么声音 哦野牙 哦天哪 飞起来了 哎呀脏死了你身上 哎呀 你谁家的狗啊 流浪狗啊 流浪狗啊 回家去吧 我看这身上这土都快干了 这土都快干了 我看它头上的这土 哎呀脏死了你 脏死了 不会是这个这个是羊屎啊 不会是放羊的人 啊 我去一摸就倒吗 我看看 哦你天哪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怎么看见你这个肚子大的 有点不像话呀 肚大身子小 你这个狗肯定是有病哦 尾巴还夹的那么低 哦你天 这种狗的话 我看样子有点像拉不拉多 但是看它又身体 好像营养不良那种感觉 我天 这里还有野鸭野鸡哦 好像 哦天 这里真热闹 这只狗应该是一只串狗啊 看着身体营养不良 好像有病的样子 身上脏脏得很 回家去吧 回家去吧 这只狗肯定是有病哦 下半身那么大 上半身那么小 我的天 这要把你救回家 这真的 这真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你养活哦 要不要跟我回家 要不要跟我回家 感觉它浑身都在颤抖哦 摸一下哦 我的天哪 哦 在抖动 我能明显感觉到它在抖动 看样子应该是土狗和拉不拉多的串 这嘴这里都掉皮了 哦天哪 就是长得有点像拉不拉多 你要跟着我吗 一直夹着尾巴 这只狗 一直夹着尾巴 大家说要怎么办 说实话我没有养过这种这种狗啊 我也不知道要 今天这个视频真的是 本来是今天出来散心的 这怎么又碰到这种事情 这狗看样子应该有两个多月大了 应该